先是一個殺球之後再一個往前小球 我國羽球天后戴姿穎擊敗中國22歲小將王芷儀 但打這一仗剛開始可不是那麼順利 這次兩人首度交手戴姿穎開賽失誤奪 到了第三局戰況焦灼 戴姿穎靠著靈活的初拍順利收下冠軍 迎球瞬間在家裡看球賽的戴爸爸 也興奮地拍手叫好 景電電視為女兒加油見證女兒 拿下生涯第三度印尼公開賽冠軍 第四座一千等級大賽冠軍 領先所有現役選手 更寫下歷史記錄 而20號剛好也是戴姿穎28歲的生日 印尼球迷奇唱生日快樂歌 讓小戴誘金幽喜 而緊接著戴姿穎緊將前往馬來西亞比賽 戴爸爸除了表達對女兒的想念 也跨海獻上祝福 一直坐在家裡回來 可能不用各位祝福之隱 明天生日快樂 最近新聞專品塔和公園 蔡博文貴報導